早安,我是马骨 这支影片算是一个等着寂寞被打脸的影片吧 反正啦,是绝对不可能100%命中获奖球员的吧 毕竟外在的不可抗因素实在太多了 一个奖项呢,我会列出三名球员 分别给五颗星,四颗星,及三颗星 这三个评分就分别代表我个人认为的获奖几率高到低 不过除了这三位以外,还会再加上一名 个人觉得或许可以稍微注意以下的球员 也就是可能成为挑战奖项的黑马球员 当然啦,这名单是主观到爆的 如果有任何你不看好的地方 还欢迎各位留言一起讨论讨论啦 首先先从年度最佳第六人开始吧 分别是Jordan Claxton Kelly Uber, Gary Trent, Anthony Simons Claxton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这样子 而且只要照着去年的方式打 他要被靠背的连续两年获奖的机会确实是挺高的 Kelly Uber,则是在黄蜂会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翻开黄蜂的板凳阵容来看 除了Uber以外,似乎没有另一个具有持球进攻能力的点了 上个赛季在勇士队有太多的时间被放在三分线上埋伏 外围打百子死好死坏的他进攻效率整个低落 但是到了黄蜂队以后 将会回到过去在太阳的那种乱战王的地位 相信能够打出相对硬的成绩 至于Gary Trent,本来就是一名具有高得分爆发力 肉机极快的球员 这个赛季随着凯奥拉瑞离队 换成进攻火力相较之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旺盛的Golden Drugage 再加上Passo Siakam,殷商将缺席一段时间 板凳出发的Trent应该会拥有还不错的开火拳 缴出来的成绩会蛮漂亮的才是 Diamond这个赛季总该破茧而输了吧 在季先训练营发现身材又更结实的撞了一圈 再加上拓荒者流失了板凳上最重要的得分点 Carmelo Anson 以后 然后修赛期的补枪几乎都没有什么持球进攻能力 像是Tony Snell、Larry Nance Jr、Diamond被寄予厚望承接板凳上的火力 要比下Ben McLemore应该不是什么男士才对 特加进步奖 分别是Jerry Jackson Jr Pashas Achua Michael Porter Jr Lanzo Ball Jackson Jr也该是时候该爆发了吧 灰熊和他签下场约之后 应该是会获得更多的发挥空间 当然前提是健康的话 健康的他是活动力强能理能外的常人 即将来到了第四个赛季 我期待他能够有逼近20分的场军得分表现 Ashua上个赛季在热火队只有12分钟的上场时间 但是被交易到暴龙队后 Siacon还要伤好一阵子 我相信他会有很大的机会担任先发球员 就算不是 每场球有个翻倍的25分钟也是可以预期的 成绩相信也会水涨船高 Michael Porter Jr 会摆在这么后面 不是我觉得他不会进步 而是进步幅度可能不会有前面这两位那么大 虽然他在爪猫Mori受伤后表现得相当出色 而球季一开始后 Mori应该也没有这么快回归 所以维持去年后半段的成绩是能够期待的 但是要记得一点的是Porter在上个赛季已经拿下了19分7篮板的成绩了 能够进步到23分8篮板已经是相当不赖的了 但是这样的进步幅度对于拿下奖项来说可能还不太够 让周波我个人期许这个赛季他能够更进化了 在拥有一票得分好手的情况下 团球视野极广的他相信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8次助攻起跳应该是基本盘吧 至于得分方面也会受惠于其他队友的牵制力 让他拥有更多的外围跳投机会 只要把握好空档 我想也是会上涨不少 年度最佳新秀 Jalen Green Kate Cunningham Jalen Sox Jash Gidi Jalen Green是我觉得最有机会拿下年度最佳新秀的球员 原因不外乎就是整体阵情吧 虽然有Kevin Porter Jr.这个竞争者 但是Porter拉到2号位也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啦 如果真的要火箭做出选择 我相信Green跟Porter应该是不难做出选择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Green在火箭队 应该可以拥有还不错的发挥空间才是 Kate Cunningham 个人则是认为活塞不会这么心意的放弃Kate & Hayes 而Hayes唯一能打的位置就是空袖后卫 相比之下身形及外围能力比较出色的Cunningham 就是会先被放到其他位置去 但大家都知道 他最具有破坏力的位置就是空袖后卫 虽然我还是期待Cunningham能够绞出13分5篮板5助攻左右的全能成绩 不过要打出多出色的上限 真的要看活塞愿意给他多大的发挥空间了 Jalen Sox 则是同理 刚续长约没多久的Mark L.Foss 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放弃 Sus要几下Foss 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伤势问题了吧 如果健康的情况下 我相信Sus应该还是会从板凳出发 而且一开始还必须跟CallAnthony竞争 当然我是觉得要比下Anthony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就是了 在球场上的掠读能力在夏季联赛 证明了是不折不扣的争获 而且球风成熟稳健 再加上雷霆也能够提供他足够的发挥空间 应该是颇有机会角逐年度最佳新秀 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Judy Gobert Yanis Atentuquimbo Mires Turner Ben Simmons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只要Gobert跟Yanis两个人健健康康 基本上啦这个奖项就是这两个人二选一 他们两个不论传统数据又或是进阶数据都相当漂亮 防守数据要什么有什么 在评分上就是超级有力的大加分 Turner护框真的没有问题 但是传统数据实在是太难看了 如果他今天篮板可以抓下超过10个 那我保证他绝对很有机会成为最佳防守球员 但很可惜的就是没有 他一场球只能抓6个篮板而已 这部分真的让他在竞争奖项上面相对弱势许多 至于Ben Simmons 只要他可能好好打球 绝对没有问题 但问题就是 现在跟76人队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 就算会上场 会不会拿出100%的精神来打也很难说 所以就先放在这个位置啦 不过目前看来啦 除非被交易 不然已经不太可能了吧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Jewel MB Kibben Durant Luka Dantrich Amen Leader MB只要健健康康 然后76人能够保持在东区前三 我相信他很有机会会是下个赛季的MVP 如果Ben Simmons不能打 MB不论在攻防两端都需要负担更多 我相信依他的能力 自然而然的数据一定会更漂亮 就算没有更漂亮 只要维持上个赛季的水准 也已经足以称作MVP了 Kibben Durant的话 就是看篮网队的战绩 如果可以直接海放其他球队 那我想这支球队的一哥将会最有机会获得MVP 当然这部分也包含海放最大竞争者之一的MB 记住我是说海放 如果只差几场球 或许个人数据的比重会变得更重 不过说老实话 我觉得篮网立先赛不应该打得太拼命 只要维持在有主场优势就好了 不然又伤起来真的得不偿失 当Switch的数据没有话说 问题就是球队的战绩 Jason Kidd的加入能够有多大的进步 这点我是持保留的态度 既然独行侠应该没有办法 交出前段班的战绩 那Luka要拿MVP的可能性 就只剩下个人数据的提升 大概就是平均接近大三元 或是以上才有可能吧 我个人是觉得下个赛季会是Lita的深压念 拖荒者的战绩应该也能够在唏嘘前四名左右 当然啦 有梦最美 我们还不知道Bilas的那一套 到真枪实弹的立先赛到底有多大的用处 所以我把Lita放在黑马的位置 合情合力吧 年度最佳教练 最佳教练其实比较像是 在选明年战绩最好的球队吧 那么费身七六人队的Duck Rivers 丹佛精华队的Michael Marlon 及由他爵士队的Queen Snyder 会是我前三的人选 如果要说黑马的话 我个人会给撒加缅度国王队的Ruke Warton 没有 开玩笑的啦 我会选纽约尼克队的Town Stibedal 一定会有人想问 蓝王呢 我是觉得蓝王队的战绩应该不会是东区第一 对他们来说例行赛相对的比较不是那么重要 就跟前面说过的一样 只要能保持足场优势就好了 至于洛杉矶湖伍队的状况也是一样 反而像七六人 尽快爵士 这种主力核心 比较年轻的球队 比较有机会保持足战绩 至于Town Stibedal 只要他下个赛季 可以把尼克队带到东区前三 甚至是前二 那我想他就是会是个热门人选 好啦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于年度奖项的预测 其实可能包含了不少的私心 也可能跟其他人看好的球员不太一样 不过这就是预测有趣的地方吧 也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 我是马果 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